兩岸的關係 真的是牽動我們兩岸人民 台灣是看起來 在中美博一當中 沒有辦法坐上 這個餐桌上 我們真的不能淪為代理人戰爭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第一個來看到 宋濤國台辦主任有特別說 傷害兩岸的情感 一定會讓他付出代價 另外再來看到最近 當然是金門的這件事情 引發大家的討論 那當然台灣海巡署的這個說法 在兩岸也引發很大的爭議 還有什麼呢 因為蛇行 不勝翻腹 但是都沒有提到碰撞的這一塊 然後其實這個兩位生還者 大陸漁民生還者 就反過來說 其實是台灣海巡 衝過來讓他們頂翻了 另外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海巡說他們傷音口音很重 講話聽不懂 但是他接受陸媒的採訪的時候 就發現說哪裡聽不懂呢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最近東部戰區公布的這張照片 文宣也引發大家討論 我們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會比較清楚 譬如說他有看到了 金門的這一塊 然後也看到了海警船的這一塊 央視就說這代表說呢 解放軍 是挺海警船的一個相關作法 另外再來看到有說 小手抓大手啦 攜手出火坑 點燈驅惡魔回家才會贏 那也看到之前 裴洛西來的時候的圍台軍演 那當然還有台灣的這個狩獵 然後呢被自由女神的火焰燒烤 下面還寫了台獨分裂老亂 是個綠色的句條 這些這很有意涵 這個我們看到昨天 陸方來的專家 終於看到那個船了 然後在那邊照相 陷阱啦 這個是唯一他們看到的物證 其他的物證都在台灣這邊嘛 對 包括他說沒有錄像帶 還有比如說雷達的航機圖 那個海巡船是怎麼走的啦 還有槍支到底有沒有發射啊 還有驗屍報告有沒有撞傷啊 通通都沒有 所以我的判斷 我的判斷是陸委會 因為目前主導決策是陸委會 我認為陸委會不想認錯 那其他輔慰金 輔慰金聽說是750萬 那他願意 那可是最重要 你看那個國來辦講 那個識別要點 第一個就是真相 真相最重要啊 真相就會連動到舊責啦等等 錢我認為 對大陸愚民也許是大事啦 可是這個事情已經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不可能用錢就可以解決的啦 可是我覺得 民進黨政府在打一個如意算盤 就是他全部交給司法機構 然後他就不回應了 你可以看到 包括今天那個海巡署長已經出現了 他終於出現了 他也不回答任何問題 那管碧林被人家要求shut up 對啊 然後陳建仁在立法院總質詢 他竟然說有沒有碰撞還不確定 他把所有的話都推翻喔 因為許角 所以許角已經才會動怒嘛 說你連這個都收回去喔 管碧林都已經說有碰撞了 對啊 陳建仁竟然又把他收回去 所以我對世代的發展不是很樂觀啦 事實上就是 因為人家拍照 葬梁回去 一定會有他們的看法嘛 那許曉星他拿到那個崔少仁的資料 我認為那個是真的啦 不然海巡署為什麼不出來講話 海巡署還出來承認他時間錯誤 因為以目前朝野劍拔奴張的態勢 如果許曉星那個有造假 一定提告 那不得了 一定提告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許曉星那個是真的 那那個就明明白白 因為那個是按一分鐘 用按分鐘來記的 說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明明白白寫的是碰撞 而且是海巡船的船手 撞到人家的船尾 這個在法律上的舊責是很清楚的 我們還不知道你有沒有撞到人 對 因為一個能夠當船長的人 會瞬間秘蔽嗎 很怪 對不對這個 所以我就說 我們用那個 行征的角度看真是疑點重重嘛 太多了 那我認為大陸 因為今天那個大陸的 已經又發了一個聲明嘛 就是他的海警的編隊已經出來了 那其中有一艘是2000噸 那接下來會做什麼事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魚鎮船他也來過了 對啊 那魚鎮船 事實上就是在看漁業環境嘛 那也在彰顯他在執行漁鎮啊 這個市場已經發展成管轄權之爭啊 我講的是驚嚇海域啦 所以他海監船也出來 海監船是來查走私的嘛 魚鎮船是做魚鎮管理的 海警船是做違法的執法 包括對戰 都出來了 所以我認為 他現在就是在看 你對真相的揭露有沒有誠意啦 對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認為他在等候幾天啊 應該還會做進一步的動作 因為司法調查 你不可能人家拖太久吧 那 反正現在我的感覺就是 行政部門已經全部晉升 那只有這個媒體啦 1450包括自由時報啦 然後包括民進黨的立委 包括民進黨的黨中央 在搞政治啦 比如說國民黨都幫中國講話啦 然後這個自由時報甚至還說 那個船長沒有執照啊 他現在還在搞這個 還在講這些 還在搞這個 大家想要知道是真相 或是的 這個到底誰犯錯嗎 你還在講那個 我跟你講啊 僅憑約談 這個執法人員跟大陸愚民 就要重見真相 這是不可能的啦 因為檢察官現在就只看到這個東西啊 他事實上2月20號出來 開記者會的時候 屍體還沒有解剖欸 對 對不對 那船體碰撞也要有個分析報告吧 槍支有沒有發射 也要有個槍支報告吧 對不對 然後海巡船的航機 也要有一個雷達的航機圖吧 那另外一個就錄像帶 我就講說這五種物證 全部消失 這也是太理性 至少我們都沒看到 五種物證我們都沒有看到 那你要叫我們怎麼相信你呢 所以 我覺得他就認為說 反正你也沒有物證 所以 所以我覺得他就想 那我覺得大陸在這裡 會有一個地方尷尬啦 我甚至認為 他就想說 我就等你做動作 比如說海警可能就 我說大陸的海警船啊 他就 就這個管制線他就不承認了嘛 那大陸移民就開始過來了嘛 那看台灣怎麼做 對 台灣不會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可是我認為他就是在國際要打挨兵 說你看你看他又欺負我了 大概我認為他準備要打的 就不是就我們講的行政的規則 來公布真相 OK 那 炒法律也沒有用啦 因為 驚嚇水域我講白了啦 連美國都不堅持啦 對 因為美國只管台灣澎湖嘛 對外島他是 本來就沒有在共同防禦條約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把這個事情搞成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 是相當丟臉的事情啊 一個小事啊 你只要按照人道主義來辦 我認為這個是小事 對 你把真相公布嘛 鬧出人命 不是小事 鬧出人命 我是說本來國與國之間不是大事 鬧出人命是大事 你就要按照人道主義 該走的行政的道路 給人家一個公道 這個事情是可以處理的 對啦 你如果委託給金門紅石智慧 甚至金門政府 我認為早就處理完了 是 可是你不是啊 你是如果會 從一開始就下來主導一切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平衡會員 請到最好的選擇 通常有提供者 有請在做好事 請到最好的選擇 請到最好的選擇